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8月22号星期三的重要新闻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今天结束北京访问行程之前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取消中资项目东海岸铁路计划 以及两项油气管道的计划 原因是大马政府现阶段无力承担 而中国方面也表示同意 马哈迪昨天稍早接受访问时指出 马国缩小或暂停涉及中资的项目 是因为政府无法负担 与中国企业无关 他表示马来西亚面临经济困境 所以要取消项目 马哈迪称马来西亚目前的首要任务是 要减少债务及借贷 而赔偿金等细节稍后再商讨 东海岸铁路计划及两项油气管道计划 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发展的墙头堡 有代表性意义 如今取消 也使中国禁军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计划受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则称 任何国家之间的合作难免出现问题 但中马双方对此访问成果均表满意 这次马哈迪访中国 双方达成四方面共识 包括坚定致力于保持中马长期友好 就共建一带一路进行深入对接 在新起点上打造中马务实合作性格局 以及对维护自由贸易 坚持多边主义 发出积极信号 川普总统前律师科恩在法庭承认 2016年竞选期间 川普曾经指示他支付封孔费给两名女子 另外陪审团也裁定 川普前竞选主席马纳福 被控财务和银行诈欺等多项罪名全都成立 科恩昨天对违反竞选财务法等罪名认罪 而且暗示川普设计犯罪 科恩说为了不要影响总统大选选情 川普指示他付封口费给成人骗女星 暴风女丹尼尔斯和一名前花花公子摩特尔 科恩是在对违反选举财务法等指控认罪时 承认为川普违法付款轻视的 科恩说我在曼哈顿参与这项行动 主要目的是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 科恩的辩护律师戴维斯今天受访时表示 科恩不会接受总统的特赦 川普前竞选主席马纳夫被控的 五项税务诈欺 两项银行诈欺 和一项隐匿海外银行账户等罪名 陪审团21号裁决罪名成立 其他十项罪名留审 此裁决被认为是特别检察官穆勒打赢的一场胜仗 川普对此表示他为马纳夫感到非常难过 马纳夫是个好人 川普也坚称此案与他无关 也与勾结俄罗斯无关 马纳夫的律师唐宁说 他的当事人此刻正评估他的所有选项 马纳夫的发言人马诺尼表示 预期将会上诉 1981年3月刺杀雷根总统的凶贤辛克利 于2016年获得了有条件释放 而法官也授权医师对他做精神检查 预定会在12月举行听证会 决定是否进一步的放松对他的生活限制 1981年3月底 当时年仅25岁的辛克利 枪击雷根总统 造成时任白宫新闻秘书的布雷迪瘫痪 并伤及其他两人 但陪审团以精神失常为由 判定他无罪 辛克利一直苦于精神病与严重忧郁症 并且一度迷恋好莱坞隐星 朱蒂·弗斯特 过去30多年来 一直住在华府地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 后来逐渐获得较多的行动自由 还获准长途开车 到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探望母亲 2016年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弗里曼 在裁决书中写道 辛克利对自己或对公众都不再是危险 也没有出现心理症状或暴力倾向的迹象 因此同意有条件释放他 曾于今年4月要求法院给予无条件释放 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弗里曼 近日授权仪式判定 辛克利的精神状况 以及释放后的风险几率 被川普总统视为头号遣返目标的 献免95岁的前纳粹劳动营警卫帕利 21号在纽约被捕并且遣返德国 结束了美国政府14年以来将他驱逐出境的努力 白宫声明表示 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以2004年驱逐令刑事 在纽约市的住宅中逮捕帕利 利用特殊医疗包机将他遣返德国杜塞道夫 帕利抵达德国后 由红十字会救护车将他送往明斯特附近的安养院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美国不会容忍辅助纳粹犯罪及其他违反人权者 他们不会在美国找到避风港 生于波兰的帕利1949年移民美国 八年后隐瞒曾在纳粹劳动营服务的事实 成为美国公民 帕利2001年告诉司法部官员 他曾于1943年在德国占领波兰时期的 特拉维尼基纳粹党为军训练营受训 联邦法官2003年撤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 2004年命令他出境 川普多次向德国总理梅克提及帕利 并施压美国驻德国大使格瑞尼尔 说服柏林当局接受帕利 德国长期拒绝接受 因为帕利并非德国公民 波兰与乌克兰也拒绝接受 认为他是德国的责任 继续关心科技消息 总部位于南加州的 无线通讯晶片大厂高通公司 日前与台湾的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员会之间 反垄断诉讼达成了和解 高通接受公平会6点要求 并承诺将会投资台湾7亿美元 而公平会则免除了高通200多亿台币 相当于6.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而这种和解方式 已经引起了台湾科技产业界的强烈不满 台湾长久以来是高通重要生产基地 与台湾产业供应链紧密合作 以上游半导体制造来说 高通与台积电日月光 形成处理器晶片 制造共生关系 下游手机 网通 笔电 代工业者也长期以来 与高通保持紧密合作 有产业分析师认为 高通将罚款转换投资金额 并进一步允诺 强化5G技术研发 是促进高通与台湾相关业者 尽早重启合作的关键 然而联发科及IC设计业者 则持不同看法 他们表示 和解条件有太多不利于 台湾科技业发展或模糊不清部分 像是高通承诺 未来5年推动台湾5G合作 与台湾产学合作发展5G小型基地台 但小基地台在5G领域中 是产业产值最低的一环 在高价值的手机处理器 即金屏 金片领域 高通完全不会让利 与台湾产业分享合作 如果过去 3G 4G高通对台 不公平交易模式 没有得到改正 未来5G势必延续 科技业者始终只能扮演 低阶领域代工者 而无法翻身 把焦点转到弯曲 盛河西州立大学 2018年秋季入学新生 再创新高达到了3万5千人 而亚裔学生也突破了三成 校长为此表示 多元族裔的学生组成 正是学校的重要资产 盛河西州立大学 是一所位于都市中心的大学 今年来在经济复苏的加持下 招生人数屡创新高 这所大学有32%的亚裔学生 帕帕奇校长表示 多元族裔的学生组成 正是学校的重要资产 比如说 他认为健康科学产业的发展前景 在矽谷地区仅次于IT产业 他将要求所有健康科学学院的学生 在毕业之前都要有国际经验 以增加竞争力 而在一个学生背景多元的校园里 有国际经验是相当容易的 在盛河西州立大学第三年 担任校长的帕帕奇表示 学校正规划新建一栋 结合研究实验 与教学功能的跨学科大楼 预计三年后完成 另外还有新完工的泳池 及运动设施 希望这些设备 能增加学生对学校的粘着度 带领学校走向卓越 布朗州长日前正式签出的法案 将冲浪列为加州的代表运动 令许多冲浪爱好者感到非常的兴奋 这项将冲浪列为加州代表运动的法案 是由州众议员村土提出 他认为 加州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冲浪热点 如马里布和特拉索 圣塔克鲁兹更是绿钉橡胶 冲浪潜水衣发明者 一顾欧尼尔的家乡 此外还有冲浪名人堂和国际冲浪博馆 因此应该立法将冲浪列为加州代表运动 北加州的圣塔克鲁兹和南加的航廷顿海滩 多年来一直在争取美国冲浪之都的头衔 加州现在成为美国冲浪之州 总算也可以平息这场竞争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